首先来看第一个短片 我的家乡是一个玉水青山 极富江南风情的地方 湿入了烟水中 那些红色的印记 承载着激情 燒到文化岁月 和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这是一个红色与绿色并存的城市 武夷山西路 近75%的森林覆盖率 洋溢着绿色的美好 茶园采摘 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干南风情 八十多年前 在这个红色故都 开启了中国革命的万里真城 络绎布局的游客来到这里 为着追寻共和国摇篮的光辉足迹 请你猜猜我在哪儿 天强先抢到了回答权 你当时提交的答案是 这里应该是红军场征的起点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那个驻地瑞金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锐金 一道题过后 强子目前一比零领先 看看目前这道题目 各位打击的情况 孟老师 孟老师 红井的故事 您给大家说什么 我们小学课本就学这个故事 吃水不忘挖井人 时刻想念毛主席 当时这个课本就是这样写的 1931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瑞金呢 是缺水 缺水呢 当地老百姓都到水塘去打水 然后而且还有这个民歌就讲啊 就是嫁女都不要嫁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你得老去挑水喝 后来因为苏维埃政权建在这 毛主席知道这种情况之后 就组织战事去打井 打井之后 结束了老百姓到水塘 杯水吃的历史 其实军民于水清 为什么我们的 那么弱小的红军 也并不那么强大的解放军 能够一直走过来 建立新中国 是因为和老百姓之间的这种血肉联系 所以瑞金才能有我们今天 这种红色乡愁的记忆 张杰老师 好 刚才这个图片里面 实际上有若干个信息 它有一些信息呢 是属于放烟幕弹的 比如说五一三 因为这个面积太大了 对吧 但是有一些信息非常清晰 那个红井 对吧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一个子弹一样的那个雕塑 就是那个红军的这个广场 那个纪念碑 你们知道那个纪念碑是谁设计的 是龙潭三角之一 钱壮飞设计 所以往往地理和历史就是这样 从一个故事出发 很多条线索串到了一起 铺展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的真实的面貌 目前排名第一了 刘树 谢谢大家